感谢SDHAN同学提供的设备 他想问的问题是如何录环境 比如流水鸟叫等等 视频后面再说 前半部分是F4的设置和使用 F4是专业级别的录音设备 用来商业拍摄的录音等等 针对的用户是商业机构 多机位多音轨的情况 不推荐个人用户购买 就是类似于我频道这样 做一个教学解说或者聊天之类的 你钱多的话就当我没说 它和Zoom F8n的区别 就是多了4个XL2的口 其他基本是差不多的 那么相比于 类似Zoom H5这个级别的录音器 它的优点 普通的前置放大器 类似于H5 放大增益的量是55分贝 而F4则可以提供75分贝的增益 可以更好的录安静 或者是细小的声音 时间码是专业设备才有的功能 用于多机位多音轨的后期同步对轨 普通民用设备不会有 也用不到时间 Zoom F4的线扶器就是Limiter 是数字式的 一个旗舰机竟然弄个数字的Limiter 而不是模拟信号的 而它又不能录制动态32bit的文件 所以防爆成了一个问题 但好在F4的Limiter有Advanced的模式 这个防爆可以用 但不完美 只能防10分贝音量的爆 那么超出10分贝 它就无能为力了 但有比没有强 需要固件升级到3.0才有这个功能 还有一个办法是 双电瓶模式来防爆 录两个版本 另一个版本是降低了10到20分贝的版本 后期万一爆了 那么用没爆的版本 替换掉爆的地方就可以了 SUME H5这个级别的录音器 是一分贝的爆 都是不能防止的 还有个缺点 USB口无法供电 外置供电需要它的特殊的接口才可以 也就是说 充电宝是无法通过USB做电源的 只能用它那个特殊的接口 办法还是有的 要自己想 如果你对防爆有非常强烈的需求 比如频繁有突然的音量提升 比如大吼大叫等等的情况 那么不建议买F4 需要完美防爆的可以买ZOOM的F6 或者是SoundDevice的产品 频道里面都有介绍了 那么如果你已经买了 那么一是打开这个Limited Advanced Model 二是用刚才说的双定屏模式来防爆 视频只介绍常用的功能和设置 最快会使用 一些小众功能和设置这里就不介绍了 没有介绍的就用默认参数 分为三个部分 一 F4的基础设置 二接入麦克风和调整 三输出给相机 先恢复默认设置 在Menu的System 下面的Factor Reset 然后按Menu进入设置 然后进入Input 输入 Input就是左侧这里四个XLR口的设置 Input这里可以单独设置每个口 也可以一次性设置所有的XLR口 就是左侧的这一二三四麦克风的输入 那么如果按右侧的PFL按钮键 则是对单独各口进行设置 就是这个小的小圆点 那么可设参数基本是一样的 具体不一样的到这里的设置时候再说 第一个Input Source 就是输入源 这里有一二三四 相对应的就是这里一二三四 Analog Input就是麦克风的模拟信号 输入USB 则是连接电脑时 作为声卡使用时候的设置 我们作为录音器使用 就设置为这个Analog Input 再回退 Ambian Sonic Model 就是录制360度VR声音的 就是这种麦克风 这里就不介绍了 HPF低切 就是低于设置的频率部分删除 那么如果你会音频后期 这里就设为关闭 后期到DOR软件里面用EQ调整 如果你不会音频后期 这里就设置为80 切除一些不必要的低频噪音 录乐器等建议设置为关闭 那么我们这里就设关闭 Input Limit就是线扶器 开头说过了 F4的线扶器并不完美 是数字式的 但是有比没有好 能防止一定量的爆 推荐设为Advanced 第一个是关闭 第二个是普通 第三个是Advanced 推荐设置为Advanced 设置为Advanced以后 其他参数不用去管它 F8 Limit开启后 主界面会有提示 F4就没有提示了 所以我们就不返回主界面看了 然后再往后退 Face Inverter 大多数人基本不会遇到 也不用打开 它的原理是防止几个麦克风 录同个乐器之间的 相互抵消频率 不用开 再往下 Fenton就是幻想电源 麦克风需要48V幻想电源 就打开即可 电容麦克风基本都需要打开 动圈麦克风不需要打开 然后进入 在On Off这里 我们就选择输入口1 这里我们选择打开就可以了 这里是设置幻想电源的电压 一般来说都是48V的 24V的基本很少 我们现在是input1打开了 返回主界面 可以看到input1下面这里有个小闪电 那就表明输入口1打开了幻想电源 进入菜单 input delay不用管它 Stereo Link 据官方层用到的情况 比如录音乐会创造出宽广的声音效果 小说功能这里就不说了 把它设置为关闭即可 这里是Off 再往下 Trim Link的意思是同时连接几个口为一组 同时放大或者是缩小放大增益 不用一个个单独的去调整了 大多数的情况用不到 我们这里就设为Off 就是没有勾选 PFL Model就是当你按下右侧很小的圆点的时候 耳机监听口的声音时 它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Solo 一个是PFL Solo的意思就是perfade的音量 即fade没有调整过的音量 PFL就是postfade的音量 即fade调整过后的音量 作为录音机使用的时候 我们就设置为Solo 我们返回全部设置 这里选择All 把它全部设置为Solo 再往下 AutoMax 据官方曾用于录制多人对话场景 某个麦克风没人说话时 F4自动调整电频 尽量降低这个麦克风收录的环境底噪 录制多人对话 并作为调音台的时候建议打开 作为录音机 因为后期可以调整 不是很必要 这里就设为off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返回 进入output菜单 就是输出 output就是右侧 这三个输出口的设置 就是这个mainout和subout 还有这个耳机 routing进入以后会有三个选项 就是右侧这三个输出口的相关设置 headphone就是耳机 mainout就是右侧的这个大平衡信号的输出 用于输出给其他设备 subout就是非平衡信号的3.5毫米力提升输出 就是这个 一般用来输出给相机 如果你作为录音器 这里不用设置 那么里面看上去好像很复杂 其实很简单 就是可以设置为一二两个口 只输出给mainout 三只输出给subout 勾选这个相应的框就可以 自己稍微有研究一下就可以了 on off就是各口的开关 就比如说这个左侧的这个输出口的开关关闭 level level只能设置subout的输出口的dbv 那么先点进去 就是这个subout 它里面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normal 一个是mic 一般来说subout输出给相机 如果你发现输出给相机以后 相机的声音爆了 那么这里就设置为mic 如果输出给其他设备 这里可以设置为normal 一般来说 如果我们直接输出给相机 这里就设置为这个mic就可以了 然后后面几个都不用管 output的delay limit这些都不用管 还有这是hp 还有digital boost和alert tone 这些都不用管 hp就是headphone就是耳机的声音 这里都不用设置 再进入req和play菜单 req就是设置录下来的文件 进入req to sd1就是保存到第一张存储卡 to sd2就是保存到第二张存储卡 这里面有几个选项 那你就是不保存 truck1到6polywav就是保存为一个文件 但是分为多轨 比如说你开了四个microphone 那么就是一个wav文件里面包含四个音轨 第二个 mono and stereo wav就是每个口单独一个文件 每个文件独立 比如说你开了四个microphone 它就产生了四个wav文件 truck1到6加l2同上 但是多了一个混合所有音轨的文件 这个也是同上就是多了一个混合的所有 为truck1到8 mono and stereo wav 每个文件可以单独处理 然后后期再合并对轨 sample rate就是采样率 参数越高音质越好 如果你需要后期音频和视频对轨的话 这里就需要和相机里的设置一样 不然后期对轨深化会不同步 如果你是拍视频推荐设置为48kHz 因为大部分入门级的相机 音频采样率都是48kHz 如果你不需要画面 只要音频音质要高 f4最高它可以设置到192kHz 但是需要关闭limiter wave bit depth 就是卫生度参数越高音质越好 这里就设为24 mp3 bit rate就是mp3的码率不用管 一般也没有人录mp3 dual channel rack就是同个麦克风的声音 再用一个声道 再录一个降低的音量的版本 用来防暴 虽然多占用了一个音轨 但最好开启 比如我把input1的设为开启 那么退到最外面 我们打开1就可以看到3同时也开启了 而且你要关都是同时关闭 你要开他们两个就同时开启 如果1的方大增益我设置到为55 那么我3我就设置为35 这就降低了20分贝 后期如果万一录爆了到软件里面用这个音轨3没有爆的 去替换掉到爆的地方就可以了 当然这个功能也能做其他的用途 然后我们再进入 perrack就是按下这个rack键的时候 前6门的内容也收入 这里就随意了 你可以设也可以不设 然后其他这些都不用管 timecode 专业拍摄才会用到 普通用户不用关心这个也用不到 用于多机位多录音器之间的同步 我这里没有专业摄像机无法演示 这里有个参数一定要设置为和摄像机同步 就是这个FPS 根据你的相机来设置 否则后期同步的时候会音化不同步 特别是长时间短时间问题不大 Slate Tone 这个是用来同步相机音量用的 具体详细的使用可以参考这期视频 这里就不详细说了 这个level就是设置同步信号音量的峰值 我们先设置为-6 然后我们再返回 按右上角的 这个Slate Tone按钮 长按 你就可以看到它这里产生了一个 标准的-6dB 音量的信号 然后再按一下把它关闭 USB就是设置F4的USB口 作为读卡器还是作为声卡使用 作为录音器的时候不用管这个 我们回到主界面 按下这个旋钮再旋转 可以看到这里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Trim 一个是Fader 设为Trim 的意思就是右侧的这四个旋钮 作为调整画放的方大增翼 比如现在我们是Trim模式 然后我旋转这里的旋钮 可以看到下面的数字的增长 这个就是画放的方大增翼的设置 同样这个也可以 这里是41 53 这里也可以设置为34 也可以设置为65 作为录音器使用的时候 这里就设为Trim模式 然后如果我们把它改为Fader模式 设为Fader模式 那右侧的这个旋钮就是调整Fader了 那么我们调整一下 可以看到右侧这里数字 是可以为正也可以为负 负就是降低音量 正就是调高音量 0是默认值 它相当于DOR软件中的 各个音轨上的推子 或者是调音台中的这个推子 它不改变画放的增翼 而是在画放的增翼放大后 改变输出的音量 Fader的工作是在Trim后调整 就是无论你怎么调整这个Fader 实际录下来的文件还是原来的音量 但是输出到耳机或者其他两个口的音量调整了 一般不设为Fader模式 作为调音台的时候 也是先设置好Trim的放大增翼 然后音量的峰值基本控制到10到-5左右以后 再设为Fader模式 单独调整各个口的输出音量 比如说E口这个麦克风的乐器作为辅助 音量不需要那么大 就飞的调低音量 无论怎么调整F4机器自身录下来的音量还是不变的 后期到软件里面再细调整 我们把它改回Trim 上面有这四个按钮 第一个是Option Option是快捷键的信息 不用管它 第二个Output就是右侧这里三个口的输出的设置 我们设置一下 点进去以后和Menu进去的Output设置基本差不多 只有一个选项不同 就是这个Fader 它可以调整两个口的总的输出音量 而这里的几个四个小圆点调整的Fader只是调整他们各自单独口的输出音量 我们返回 可以这里可以调整加1加2或者是减1减2 一般这里设置为0就可以了 第三个Input5和6 就是调整这个口的输入设置 这个口的输入口 一般用的很少 不用管它 第四个就是刚才演示过的SlateTone功能 那这里就不再说一次了 1234这上面的四个按钮就是开关 我按一下就关闭 再按一下就开启 每个开关的旁边这个小圆点就是单独对这个口设置 它这里写了Truck1 那么就是只针对1口 和Menu里面进去的Input基本是差不多的 有几个不一样 第一个就是这个Trim Trim就是画放的放大等级 Fader就是刚才说过了 就是它只调整输出音量 但不调整录下来的音量 这个Pen就是声向 就是左右 可以设置为Center或者是Left 就是L1 数字越大越靠左 也可以设置为Right 就是Right 一般来说这里就默认值Center就可以了 其他这些Fenton HPF这里就不说了 基本设置就完成了 在插入麦克风前我们先设置幻象电源 这里用动圈和电容来演示 这个是电容麦克风 然后这个是动圈的 就是SM58 电容麦克风需要幻象电源 动圈不需要 我们打算是 接口1是接这个电容的 接口2接动圈的 我们先按1的这个小圆点 那么可以看到这里 这个放大增益是58 这个是设置为麦克风的输入 Fader是0 Pen也是中间 然后幻象电源48V 这里我们看一下 对这里设置为打开 然后电压是48V 这里1旁边会有一个小闪电 然后我们再到第二个 第二个因为是接动圈的 就不需要打开这个幻象电源 然后这里也是设置为麦克风的输入 这个放大等级是41 这个Fader是0 这个是Center Pen是Center 就声像是中间 也是正常的 这里的幻象电源 Fenton Power 就是这里 我们设置为off 就是关闭就可以了 同时还有这个Limiter 这个Input Limiter 我们这里也把它设置为高级 On打开并高级 同样1 里面Input的这个Limiter 我们也把它设置为on高级 好 就可以看到这里 1是带小闪电 就有需要幻象电源 2没有 那么就完成了 我们1 这个是电容的 就把它插进去 2 这个是动圈的 也把它插进去 然后把1打开 再把2打开 下面就是最重要的一步了 调整放大增益 就是调整录下来的音量 主面板最右侧 这里是混合了所有口的音量 左侧是1234 分别是各字口的音量 峰值是0 从上往下 音量由高到低 我们的目标是录音的音量 峰值控制在-5到-10dB左右 不要超过峰值0 超过0就是爆了 主面板它这里呢 没有刻度显示 我们旋转这个按钮 把它旋转到最下面 就可以看到这里有刻度显示了 这里我基本上都是录爆了 都是基本上都要接近于0了 就调小放大增益 返回到最上面 现在这个是trim model 我们把它调小一点 刚才是60 我们现在把它调到49 从上往下数0 往下数5格就是-5 再5格就是-10 现在我们的音量 基本上就是在-5和-10之间 稍微超出一点 -5没问题 因为这个F4有了这个limit 这样麦克风口1的放大增益设置就完成了 这个音量峰值基本在-5到-10之间 这就OK了 动圈麦克风因为构造的原因 它需要的放大等级 要比这个电容要多 所以把它拿起来 然后靠近我的嘴巴 大概离我的嘴巴5厘米左右 同样也是调整这个放大增益 我们看的是这个2的口 就是这个地方 现在是40几 明显太轻 我再靠近一点 我再把它拿起来一点 再靠近一点我的嘴 再靠近一点 同时调大放大增益 然后现在是61 现在是61左右 62 64 好 那就62左右 你看它这个就和 电容麦克风就差不多了 2口是动圈 现在我动圈离我嘴巴是5厘米 它现在我调大放大增益到61左右 你可以看 现在是60 这里是放大增益62 电容的话只需要在50左右就可以了 这样就两个麦克风的调整就完成了 按下这个录音键 就开始录音了 总结 一 麦克风靠近并对准声音源 电容20厘米左右 动圈5到3厘米左右 二 音量的峰值 就是这里闪动的这个电频 我们尽量控制在-5和-10之间 用Audition或者其他软件 打开一个标准音量的录音文件 这个就是参考标准 输出给相机 就是通过右侧的这个Subout 我们这里接Subout 然后到相机的3.5毫米输入 就是这个就可以了 然后用这里的这个Slate Tone 来同步相机的音量 具体看这期和刚才提到的这个F4的 这个Slate Tone功能 录环境声音和录说话 录乐器基本是一样的 比如音量本身就很大的 类似于瀑布啊 或者是唢呐啊 这种乐器 就调低这个放大增益 就是这里 也可以到这里调 就是低 第二个Trim 这个就是放大增益 如果音量本身就很大 就通过这个Trim把它降低一点 目标还是-5到-10之间 如果录比较细小的声音 比如虫叫啊 或者小息的流水 或者是音量比较轻的乐器 就调大放大增益 就是这里的 比如说我们调到60 或者是更高70 并且最大可能的靠近声源 峰值也是同样 尽量保持在-5到-10之间 录环境声音 麦克风最好用指向麦克风 并且带有防风罩 风大的地方 比如海边啊等等 需要进一步的防风 就用猪笼 音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